来看看新闻吧 潮流概念店 在上海 Stereo Cafe的一个概念店 那最早它是来自于 我们希望把服饰跟咖啡 两种形态作为一个结合 但在这里面 当然会有蛮大的挑战 是你怎么从一个服装店 在很自然地走进一个咖啡店 所以在这个空间的规划上面 我们希望它能是保留 多的进出口的 所以它可以从这边进去 也可以从咖啡店那边进出 那中间会有一个通道 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两种的 一个不同的服务里面 能够各自去感受 它不同提供出来的一些 不同的商品跟 跟不同的一种空间感 那大家在服装店这边 会比较感觉它是一个 比较明亮一些的 所以这边是带有比较多 不同类型的商品的一个组合 所以这边会感觉上 比较有趣跟比较多元一点 那到了咖啡那边的话 它是稍微安静一些 而且它会 光线也会稍微再暗一点 那那边希望能够呈现 是大家可以在那边 比较静态地去饮用一些咖啡 那跟朋友聊天 或是在那边可以做一些 思考的一些活动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一动一进的一个组合 能够呈现一个 比较有一点点对比的一个感受 我们设计这个咖啡车的概念 就是希望很像我们借由骑一个行动咖啡车 把咖啡的香味带到各地 然后去传递我们要传达的讯息 那我们这一次的上海旗舰店 其实我们也特别设计了很多不同的 所谓的咖啡的饮品 那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就是我们把水果放进咖啡里面去做一个结合 那就像好交情拿铁 就是我们把香蕉结合咖啡去做一个很香浓的呈现 那这个也是我们希望传达的是 大家其实很身边生活当中经常吃的水果 可是大家都没有想过说让它跟咖啡去做结合 那这会产生一个很惊奇的一个感觉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松饼也是我们特别的推荐 我们特别为了松饼做了一个很好的设计 它的口感它的味道 还有甚至它的形状 都是特别为了这一次上海旗舰店的开幕去做的设定 那我很希望大家来到我们咖啡馆 除了喝饮料之外 其实可以试试看我们的松饼 我们松饼的味道非常的好